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古不变 我要告个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你慈爱 那地所说你的恩典 天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阅读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是我们的粮食 我们的力量 好 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谢谢你这么疼我们 谢谢你保护我们 让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机会呢 可以谢谢你的话语 就你胜利我们同在 祝福我们 带领我们 我们奉耶学名祷告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以佛所书 第二章第二节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叛逆之子 心中的硬行的邪灵 那保罗写信给一佛所书呢 告诉了一佛所的教会说 你们以前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呢 你们是受这个世界的风俗 你们是爱这个世界 你们受魔鬼 受邪灵的控制 这个就是他告诉了我们 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我们以前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是以邪灵 就是不是属圣灵的灵 同在 那曾经诱惑人类祖先犯罪的邪灵 经测 经测呢 仍然的 设化控制我们的心思 使我们落入世俗的世界 邪灵呢 控制 这空中的掌权子 你看 他说就是现今在 叛逆之子心中的 运行的邪灵 所以这个空中有两个灵 一个是邪灵 一个是圣灵 所以 魔鬼透过肉体的情谊 眼目的情谊 今生的骄傲 来工作 使人堕落 今天我们要来查看一下 邪灵影响我们的方式 第一 邪灵是说谎的灵 全世界都重做 在这说谎的灵 私自下 上从世界知名的政治人物 下子 眉眉无闻的 市井小民 人人都戴着西甲 为山的面具 对不对 所以说谎的人 无论富有 贫穷 有邪位 没有邪位 都是说谎的人 邪灵会控制我们 会要求我们一起说谎 第二 邪灵是引诱的灵 它引诱我们 提摩大前书第四章的一节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 和鬼魔的道理 所以他已经警告我们 在末世 在后来 会有这些邪灵 来引诱我们 引诱的灵 透过魔法和巫师 杀布在世界各地 误导我们 放从情义的生活 放从情义的生活 魔鬼就很高兴 第三 邪灵是宗教的灵 很多人认为宗教还好好 对 但是呢 很多宗教背后呢 都是不符合圣经 所以呢 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常常说 基督教不是宗教 基督教是真理 是神变成人 来到的世间 来救赎我们 为全球的人类呢 什么呢 赎罪 所以我们要明白 很多异端的宗教 无论基督教的异端也有 其他的宗教的异端都有了 只有耶稣基督 才是我们唯一的救主 没有一个宗教敢说 祂是我们人类的救主 唯有主耶稣基督 敢承认 敢说 我就是生命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真理 没有一个人敢说 只有耶稣 所以邪灵呢 是宗教的灵 祂要我们离弃真理 去做这些 所谓的宗教的意思 没有意思的 第四 邪灵是算命的灵 今天的世界呢 充满着算命师 巫师 灵某和骗子 他们宣称可以改变 人家的命运 如果他们能够改变 别人的命运 为什么他不改变 他的命运呢 他成为算命师呢 圣经说 一人必因信得胜 基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八节 我们信主的人 要以信心来相信耶稣 所以我们就得救了 我们应当凭着信心而活 而不是凭着眼见 去看无私无婆 哎呀我今年 音气很好啊 发大财啊什么什么啊 没有用的 第五 邪灵是情义的灵 情义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肉体的失忆啊 情义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 奸领 什么 邪当 然后呢 误会 拜偶像 邪术 仇恨 竞争 惹恨 怒恼 结党 纷争 异端 妒鸡 醉酒 荒怨等类 在加拿大书第五章十九节 所以人 是有灵的受造物 人可以靠着自己的意志 选择走向神的道路 或是走向魔鬼的道路 因此呢 我们必须 时常 审查自己 确定自己 不是走在 跟随 魔鬼的道路 好 那些弟弟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再次谢谢你 这么爱我们 这么疼我们 谢谢你的圣灵 陪伴着我们 我们爱你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Hallelujah Amen 主帝虽然凶猛 你不要惧怕 这战地胜败 站不住 要更强壮胆 救赎快要来到 这战地胜败 站不住 愿送赞荣耀 做恩贵 全民能力回忆生 送赞荣耀 这恩贵 全民能力回忆生 送赞荣耀 全民能力回忆生 送赞荣耀 全民能力回忆生 送赞荣耀 全民能力回忆生 香港的国家的主讲经历 重新气核 自观之谣 摆在耳术 quier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